国有理化第六章6-2 摩擦力 这是摩擦力的第二部分 我们这个单元主要在介绍 最大镜摩擦力 以及动摩擦力的计算 相关的立体解说 我们看第一个立体 木块状量500克重 平次于水平桌面上 如图 已知水平拉木块时 最大镜摩擦力为120克重 动摩擦力为100克重 则第一小题 水平拉力为0克重时 摩擦力为多少 第二小题 水平拉力为50克重时 摩擦力为多少 第三小题 水平拉力为150克重时 摩擦力为多少 我们现在旁边这个图 这里有一个木块 听说木块重量500克重 于是木块的重量压在桌面上 这时候木块受到桌面的重力 因为重量是500克重 所以桌面的重力 这里是500克重 于是桌面产生一个向上的支撑力 这个向上的支撑力就是正向力 因此正向力向上 N等于500克重 所以木块和桌面之间 产生一个向上支撑的正向力 有500克重 现在用唐文称拉动木块 我们发现 当木块被拉动的瞬间 这时候的摩擦力 我们叫最大进摩擦 最大进摩擦力是120克重 而对摩擦力则是100克重 这时候表示如果唐文称的拉力 小于120克重时 木块会保持进磁 而如果唐文称的拉力超过120克重时 这时候木块开始拉动 可是木块拉动以后 这时候木块在运动状态 这时候的摩擦力 我们称为动摩擦力 而木块的动摩擦力是维持定磁 是100克重 所以我们可以把木块跟桌面 它们之间的最大进摩擦力 和动摩擦力 我们可以用图形表示 于是有底下这个图 横坐标是外列 重坐标小f是摩擦力 当唐文称所思的外列 从0到120克重的这一段 这时木块是静止状态 这时候的摩擦我们称为进摩擦 而进摩擦力有个最大值 叫做最大进摩擦 最大进摩擦力 就是最上面这一点 这个是120克重 当所思的外列超过120克重时 这时木块开始运动 所以木块的运动状态 这时的摩擦 我们称为动摩擦 我们发现动摩擦力是定磁 当外列超过120克重时 动摩擦力始终维持在100克重 所以第一小题 水平拉力是0克时 因为木块是静止 所以外列是0 摩擦力也是0 所以摩擦力是0克 这是第一小题 第二水平拉力50克重时 因为所思的外列要超过120克重 木块才会运动 所以 施力50克重小于120克 这时候木块维持静止 所以木块是静止状态 外列是50克重 摩擦力也是50克重 也就是摩擦力把水平拉力抵消 因此 木块所受到合力等于0 木块维持静止状态 第三水平拉力为150克重时 摩擦力为多少克重 因为水平拉力是150克重 已经超过120克重 所以 施力超过120克重时 木块开始运动 而运动了以后 这时候动摩擦是维持100克重 所以动摩擦力是100克重 因此 水平拉力150克 动摩擦力只有100克重 这个是第三小题 这是有关于 脆压劲摩擦力与动摩擦力关系的讨论 第二题 木块重量500克重 平次于水平桌面上 如图 以之 水平拉木块时 脆压劲摩擦力是120克重 动摩擦力为100克重 则第一小题 木块上面放两个相同木块时 脆压劲摩擦力为多少克重 题目说 木块的重量有500克重 于是 旁边这个图 木块有一个向下的重力 这个重力就是木块重量 W等于500克重 于是 木块放在水平桌面上 这时候桌面有一个向上的支撑力 这个向上的支撑力 就是正向力 所以正向力N 刚好抵消木块向下的 重力 所以 重量向下500克重 座面的支撑力 也就是正向力有500克重 这时候 拉到木块 最大劲摩擦力是120克重 而断摩擦力则是100克重 然后 在第一小题 我们在木块上面放两个相同的木块 于是 形成这样的图形 再一个木块 上面放两个相同的木块 于是 上面这边 有两个相同的木块 底下这边 这个是水平桌面 原本一个木块是500克重 现在在这个木块 上面再放两个相同的木块 所以 每个木块 还是500克的质量 因此 相当于是把三个木块叠起来 形成一个大木块 因此 变成了一个大的木块 这个木块 是由三个木块组成 所以这个大木块 质量是1500克 因此 重量压在桌面上 形成三个木块的重量 整个W 就有1500克重 而从10亿我们发现 当重量变成1500克时 三个木块压在桌面上 桌面一个向上的支撑力 这时候桌面向上支撑 向上的类 抵消木块的重量 木块在牵着方向保持静止 向上会有1500克的支撑力 这个支撑力就是正向力 所以 木块跟桌面之间 它们的正向力变成是1500克重 而木块与桌面之间 正向力如果越大 摩擦力也会跟着加大 当木块跟桌面 原本正向力是500克时 这时候的最大进摩擦力 是120克重 现在变成三个木块叠起来 正向力变成原来的三倍 正向力变成1500克 于是 最大进摩擦力也会跟着倍增 于是 原本500克重的正向力 产生的最大进摩擦力是120克重 现在正向力有1500克重 最大进摩擦力如果F1 这时候按照比例 500克跟1500克 刚好是3倍 1比3 于是 交叉相乘 F1 就等于 3×120 等于360克 所以 这时候最大进摩擦力 变成360克重 也就是 木块的重量变成原来三倍时 正向力变成原来的三倍 于是 最大进摩擦力也会变成原来的三倍 因此 木块上面在放两个箱头的木块时 这时候最大进摩擦力 变成360克重 而这时候有动摩擦力 因为 原来500克重时 动摩擦力是100克重 于是 正向力有500克重时 也动摩擦力是100克重 现在 三个木块叠起来 正向力变成1500克重 这时候 断摩擦力 我们叫做F2 因此 500跟1500 刚好是3倍 1比3 也就是 自家力变成原来的三倍 断摩擦力也会变成原来的三倍 于是 交叉相乘 1×F2 F2 就等于 3×100 等于300克重 所以 木块跟桌面之间的动摩擦力 变成是300克重 这个是第一小题 因此 从图形的关系 于是 三个木块叠合时 这时候 木块跟桌面之间 最大进摩擦力和动摩擦力 变成 施力小于360克重时 这时候 木块是保持静止 而施力超过360克重以后 这时候 动摩擦力 变成是300克重 于是 我们把木块叠合以后 这时候 最大进摩擦力是360 而动摩擦力 则变成是300 所以 水平压力是0克时 外力是0克 摩擦力 同样也是0克 所以 摩擦力跟外力抵消 两个合力等于0 而当水平压力是250克重时 因为 最大进摩擦力是360克 因此 施力必须超过360克 木块才会运动 所以 水平压力只有250克 这时候 没有超过360 于是 木块维持静止 因此 水平压力250克 摩擦力把外力抵消 所以摩擦力是250克重 当水平压力是550克重时 因为 超过了360克 所以 木块开始运动 而运动以后 这时候的摩擦 成为动摩擦 木块运动以后 动摩擦力是300克重 所以 这时候摩擦力 只有300克重 而当水平压力更大 变成700克重时 因为 只要超过360克 木块就运动了 运动以后的摩擦 是动摩擦 动摩擦力是维持300克重 因此 超过360克重以后 动摩擦力始终是定时 这是 把木块迭合以后 最大进摩擦力 跟动摩擦力之间的讨论 第三题 粒粒做摩擦力的实验 用同一木块 及桌面接触 将不同重量的法码 置于木块上 适量最大进摩擦力 与动摩擦力 要表为实验的部分结果 则第一小题 木块重量为多少克重 我们先要拔面这个表格 这是一个测量摩擦力的实验 我们把木块放在水平桌面上 结果发现 只有木块时 拉动的最大进摩擦力 是要96克 而动摩擦力则是80克 也就是 木块放在水平桌面上 测设施力把木块向右拉 于是 施力F 我们把木块往右拉 当施力96克时 木块开始拉动 当木块动了以后 这时候只要用80克的作用力 就可以让木块维持等速度运动 所以只有木块时 最大进摩擦力是96克 而动摩擦力则是80克 然后 我们在木块上面 我们放100克的砝码 所以在木块上 我们放一个100克的砝码 这个砝码如果有100克 因此 木块的重量加砝码的重量 压在桌面上 桌面所受的支撑力变大了 也就是桌面支撑的正向力变大 因为正向力如果越大 则最大进摩擦力也会跟着变大 也就是 正向力和最大进摩擦力 两者是成正比 所以最初只有木块的时候 我们假设木块重量是x 这时候最大进摩擦力是96 于是 我们把x 比上96 这个表示 木块的重量也是 桌面支撑的正向力 所以 木块重量s克 桌面支撑的正向力s克 这时候最大进摩擦力是96 然后 木块上面放100克的砝码 这时候全部重量变成x加上100 于是正向力变成x加100 所以 正向力变大x加100 最大进摩擦力变成120 所以 比上120 所以 第一次的正向力是只有木块 这时候最大进摩擦力96 第二次的正向力是木块加法码 这时候最大进摩擦力是120 于是 我们把左右两边 我们 先约分 因为 96跟120 刚好用24可以整除 96除以24 等于4 120除以24 等于5 于是 交叉相乘 5x 会等于4x加400 因此 一向过来 5x-4x 变成x 所以 x等于400克 所以 x是木块的重量 也就是 木块的重量是400克重 这个是第一小题 然后 表格里面的其他位置数 x1 是木块再加x1克的法码 我们发现 这时候最大进摩擦力是变成144 所以我们把木块上面 我们改成x克的法码 现在x已经变成了 已知 有400克 所以变成 400克的木块 加上 x1克的法码 这时候最大进摩擦力是144 可是 原来 我们都用第一组的数据 因为 木块的重量 已经小得 所以 木块重量 这个x是400克 所以 木块重量400克时 最大进摩擦力是96 所以 400 比上96 所以 第一次的正向力 比上第一次的最大进摩擦力 会等于 第二次的正向力 比上第二次的最大进摩擦力 于是 96跟144 主要两边 我们处以24 96 除以24 等于4 144 除以24 等于6 4跟6 我们再约分 变成2和3 所以 加差相乘 2乘400 等于800 加2x1 等于3乘400 等于1200 所以 一向过去 2x1等于1200-800等于400 因此 因此 x1 就等于 400 除以2 等于200克重 所以 x1 法码重量 是放200克 而木块 再加400克的法码 这时候最大进摩擦力 是F2 于是 木块重量 已知是400克 所以木块 这里 有400克 再加400克的法码 于是 400克和木块 加400克的法码 总共800克 我们把800克 比上 最大进摩擦力 是F2 结果等于 原来的第一组数据 木块400克 最大进摩擦力 96 所以等于 400 比上96 因此 400跟800 约分 1和2 于是 1乘F2 因此 F2 就等于 2乘96 等于 192 所以 木块 再加400克的法码 这时候 最大进摩擦力 是 192克重 所以 F2 这里 是 192克重 而F3 是 动摩擦力 因此 木块 我们已吃 有400克 加100克的法码 于是 我们利用第一组数据 只有木块时 动摩擦力 是80克 所以 木块重量 400克重 这时候 动摩擦力 是80克 等于 400克的木块 加100克的法码 所以 400加100 这时候 重量 是500克 重量500克 所以 重量支撑的正向力 也是500克重 这时候 动摩擦力 是F3 因此 我们约分 400 跟80 这里 先约分 1和5 5 跟500 约分 是 1和100 于是 F3 就等于 1乘100 等于100克重 所以 木块 再加100克重的法码 这时候 动摩擦力 是100克重 所以F3 这里 是100克重 而F4 是 木块 再加X1 我们刚算出来 X1 是200克 所以 木块本身 有400克 X1克的法码 这里 是200克 所以 利用原来 第一组数据 400克的木块 动摩擦力 本来是80 现在 按比例 400克的木块 加200克的法码 全部重量 600克 600克的重量 压在桌面上 正向力 是600克 于是 动摩擦力 是F4 所以 这个F4 我们把 400跟80 先约分 1和5 5跟600 再约分 变成 1和120 因此 F4 就等于 120克重 所以 木块加200克重的法码 这时候 动摩擦力 F4 等于 120克重 而最后 F5 这是 木块 再加400克的法码 利用原来 第一组的数据 木块 400克 原本的 动摩擦力 本来是80 等于 现在 是 400克的木块 加400克的法码 全部加起来 总共 有800克重 所以 专面支撑的正向力 有800克 这时候 动摩擦力 所以 这个是 F5 所以 F5 我们按比例 400 和 80 约分 1和5 5 跟800 除以5 等于 1和 160 所以 F5 等于 160克重 木块加400克重的法码 这时候 动摩擦力 是160克重 这是 有关于 最大镜摩擦力 跟动摩擦力 我们按比例 计算的结果 所以 从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先是要把 先求出 木块的重量出来 小的 木块的重量之后 六 木块的重量就是桌面支撑的正向力 于是 整个重量 比上最大镜摩擦力 会等于 木块上面放法码 比上每一次的最大镜摩擦 而动摩擦力 也是同样按比例计算 这个是 例题三的题主 例题四 平平座摩擦力的实验 用 统一木块 及桌面接触 将不同重要的法码 置于木块上 测量最大镜摩擦力 及动摩擦力 以下表为实验的部分结果 则 第一小题 木块的重量是多少 我们先按旁边这个表格 题目说 只有木块的时候 我们拉动 测量最大镜摩擦力 是200克重 而动摩擦力 是180克重 所以 利用比例关系 木块上面 放200克的砝码 这时候 最大镜摩擦力 是280克 于是 整个实验是这样子 一个木块 放在水平桌面上 然后 我们施一个力 我们发现 木块重量不晓得 S克的时候 这时 我们要拉动木块 最大镜摩擦力 是只要200克 也就是 必须要施力200克 才刚好能够拉动木块 所以 木块重量 压在桌面上 桌面的支撑力 就是木块的重量 所以 桌面支撑的力 这个力是正向力 正向力 等于木块重量 S克 比上 最大镜摩擦力 是200 结果 我们发现 木块上面 我们再多放 200克的砝码 所以 木块重量 S克 上面 再放一个 200克的砝码 结果 压在桌面上的重量 总共是 S加200 因此 桌面支撑的正向力 是 S加200 所以 桌面支撑正向力 是支撑木块的重量 我们假设 木块重量是X 所以 X加200 这是第二次的正向力 这时候 最大镜摩擦力 是280 于是 我们把200跟280 我们按比例 这两个先约分 左右两边都除以40 于是 5 和7 交叉相乘 因此 7X 会等于 5X 加 5乘200 等于1000 一向过去 7X-5X 剩下2X 2X等于1000 所以 X就等于500克重 所以 木块的重量 这个 是500克 所以 我们晓得 木块的重量 这个是500 因此 按比例来 X1 是 木块再加X1克的法码 于是 我们利用第一组的比例关系 只有木块时 重量500克 正向力500克 所以 500克 比上 最大气摩擦力 是200 现在 木块 500克 加X1克的法码 结果 最大气摩擦力 是360 因为 重量越重 正向力越大 正向力 跟最大气摩擦力 成正比 两者是成比例 因此 200跟500 约分 2 和5 2 跟360 约分 是1 和180 所以 1乘上500 加X1 会等于 180 乘以5 等于900 所以 X1 就等于 900 减500 等于400克 所以 X1 等于400克重 所以 木块 有500克 上面放400克重的法码 于是 X1 这个是400 这时候 最大气摩擦力 是360 而F2 是 木块 再加600克的法码 因为 木块 我们已知 木块重量是500克 这个木块 有500克重 再加600克的法码 于是 500克加600克 等于 1100克 比上 最大气摩擦力 这个 是F2 可是 原来 第一组的比例关系 只有木块 10 500克 最大气摩擦力 是200 所以 500跟200 约掉两个0 变成 2和5 交叉相乘 5倍的F2 会等于 2 乘上 1100 等于 2200 F2 就等于 2200 除以5 等于 440 所以 F2 最大气摩擦力 这个 是440克重 所以 F2 这个 等于 440克重 这是 有关于 木块上面放法码 利用不同的正向力 我们求最大 近摩擦力的比例关系 接下来 我们要求动摩擦力 我们利用第一组数据 只有木块的时候 木块重量500克 这时候动摩擦力 是180 所以 木块重量 500克 比上 动摩擦力 是180 等于 木块上面放200克的法码 这时候 动摩擦力 这个是F3 于是 木块 是500 这个X 等于500 上面再加200克 变成 有700克重 所以700克重时 动摩擦力 是F3 因此 500跟700 约分 是5 和7 而5 跟180 约分 这里 这里是1 和36 所以 1 F3 F3 就等于 7 乘36 等于 252克重 所以F3 这里 是252克重 这是 500克的木块 上面放200克重的法码 动摩擦力 是180 会等于 木块再加400克的法码 变成900克重 900克重的重量 所以正向力有900克 动摩擦力 变成F4 因此 因此 500跟900 约分 是5 和9 而5 跟180 约分 是1 和36 所以 1 乘F4 等于F4 F4 就等于 36 乘以9 结果等于 324克重 所以 F4 是500克的木块 上面放400克重的法码 这座 动摩擦力 F4 是324克重 而F5 是 500克的木块 放600克的法码 于是 利用第一组的比例 原本 只有500克的木块 10 比上 动摩擦力 是180 现在 500克的木块 加600克的法码 所以 全部重量 是1100克 正向力 有1100克 正式的动摩擦力 是F5 所以 1100克的正向力 比上F5 因此 500跟1100 约分 5和11 5跟180 约分 1和36 所以 1乘F5 等于F5 等于 396克重 因此 500克的木块 上面放600克的法码 这时候的动摩擦力 是396克重 这是有关于 木块上面 我们放不同的重量 我们分别求 最大进摩擦力 和动摩擦力 有正向力 跟摩擦力 两者之间的比例 关系 这是 立体式的题组 立体物 水平桌面上 放置一铁块 当施以400克重的水平力时 铁块开始运动 在铁块上 再加600克重的铜块 需施力700克重 才开始运动 则施铁块的重量 为多少克重 体物说 水平桌面上 我放一个铁块 假设 这是一个铁块 铁块重量 不晓得 所以铁块重量 S克 我们拉动它 这时候 需施力400克重 所以这时候 F 施力要400克重 才能够拉动铁块 所以水平桌面上 铁块的重量 压在桌上 桌面的支撑力 就是铁块重量 所以正向力 就铁块重量 X 所以 当铁块重量 S克时 桌面的正向力 是S克 这时候 刚开始拉动的瞬间 这个就最大间摩擦力 这个是400 所以 S克的重量 拉动要400克重 所以 第二次 在铁块上面 我们再放一个600克的铜块 上面 放一个600克重的铜块 就发现 施力必须要700克重 才能拉动 于是 这时候 整个重量 包括铁块跟铜块 铁块有X克 铜块有600克 压在桌上 全部的正向力 是X加600 这个是桌面上支撑的正向力 而正向力越大 最大间摩擦力越大 所以拉动瞬间 最大间摩擦力 并不是700克重 所以 两者的比例关系 第一次的正向力 比上 第一次的最大间摩擦力 会等于 第二次的正向力 比上 第二次的最大间摩擦力 两者 左右 约分 4 和7 交叉相乘 7X 就等于 4X 加 4乘600 等于2400 因此 7X-4X 等于3X 3X 等于2400 所以 X就等于 2400除以3 有800克重 这个就是铁块重量 所以只有铁块时 铁块的重量 X等于800克重 这是利用正向力 跟最大间摩擦力的比例关系 我们求出铁块的重量 这个 是立体物 第六 将质量6公斤的木块 置于粗造的水平桌面上 发现虚实水平力1.5公斤重 才能将木块拉动 经将木块以手水平势力压在墙壁上 若墙壁的粗造程度与桌面相同 则至少虚实力多少公斤重 才能使木块不致掉落 题目说 有一个木块 质量6公斤 放在粗造的水平桌面上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形 这里一个木块 我们放在粗造的水平桌面上 木块质量6公斤 所以向下有个重量 重量W等于6公斤重 而如果要将木块拉动 需施力1.5公斤重 所以水平施力F 这个是1.5公斤重 从这个图形 我们发现 木块压在桌面上 于是桌面有一个向上的支撑力 这个向上的支撑力就是正向力 因此N 正向力刚好抵消木块的重量 所以重量向下6公斤 正向力向上有6公斤重 结果虚施力1.5公斤重 才能刚好把木块拉动 而拉动的瞬间 这个作用力 刚好等于最大进摩擦力 因此在接触面 最大进摩擦力F 这个最大进摩擦力 刚好等于1.5公斤重 因此 从正向力 与最大进摩擦力的关系 我们发现 正向力N 比上最大进摩擦力F 结果 这项列 有6公斤重的时候 最大进摩擦力 是F等于1.5公斤重 现在把这个木块 我们用手水平撕裂 把它压在墙壁上 由于木块有重量6公斤重 所以这个木块的重量是向下 这个W有6公斤重 而我们现在要施水平力 我们要把木块压在墙壁上 因此水平撕力F 撕力压在墙壁上 于是接触面有一个支撑的正向力 因为正向力跟接触面垂直 于是向右支撑力F 这时候墙壁的正向力 刚好抵消向右的实力 所以正向力N 会等于F 可是如果这个墙壁是光滑 则这个木块会往下掉 因此墙壁会产生一个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在墙壁与木块的接触面上 这个摩擦力向上F 刚好抵消木块的重量 所以重量向下W 摩擦力向上F也等于W 可是向下是6公斤重 所以这时候摩擦力是变成向上6公斤重 由于墙壁的触造程度 和桌面的触造程度相同 因此正向力跟最大级摩擦力的比例关系 两个相同 所以我们压在墙壁上 这时候我们所施的正向力 变成是要抵消我们的水平施力 所以正向力N要等于F 可是最大级摩擦力是抵消重量 所以重量向下6公斤 最大级摩擦力则是向上6公斤 所以两个交叉相乘 1.5乘F等于1.5F 会等于6636 所以F就等于36除以1.5等于24公斤重 所以我们压在墙壁上水平施力至少要24公斤重 所以正向力至少要24公斤重 如果施力越大 则正向力越大 最大级摩擦力越大 现在要避免木块掉下 所以我的最大级摩擦力至少要大于或者等于6公斤重 因此至少需施力24公斤重 这个是立体力哦